接下来进入新闻发布庭 今天的新闻发布庭从两会开始 一言一度的南京两会将在明天拉开帷幕 今天下午的一点半的新一届南京市政协委员 共518人准时到达会议地点中山宾馆去报到了 这次上会的政协委员里边新委员占了一半 他们带来的民生议题会有什么样的新特点呢 看看 换届之年新一届委员将晒出什么样的提案 南京中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磊 1983年3月出生 作为新当选的政协委员 他对科技企业文化产业给予了特别关注 动漫和这个相关的这种做文化创意类的这个企业 大家可以就是说 更有效的大家紧密的去沟通 或者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些这种联席会啊 薛福阳南京 伯利斯语言文化教育专修学校校长兼董事长 他也认为政府应当更多的支持民营科技企业文化企业 可是有一些民营做的科技企业 他也想帮助这些有文化有专利 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样的人才 那么可能民营企业还需要处理 可能也需要能够跟政府享受同样的利息人支持他们 所以这块也是我所关注的 南京市政协工委负责人介绍 新一批政协委员可以用年轻化来形容 九名八零后新任政协委员中 有三名八五后 最年轻的委员驻军年仅二十四岁 他们的提案不仅新锐也更大胆 他们已经迅速进入角色 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亮相参政议政舞台